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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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三到五月是苗目的销售旺季 一颗颗外形优良的苗目将被选中运走 各家各户的农民都忙得不可开交 然而在苗目的运输过程中 却存在着一个让农民们都十分头疼的问题 我们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大家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 我来发明栏目的记者马千文 现在我位于我们浙江省长兴县的临城镇 那么现在这个空气也是非常的清新啊 也是非常的潮湿 那是因为前几天这边刚刚下过雨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到这呢 就是因为我听说咱们这边就是雨后的这个苗目的运输和吊装工作是非常的困难 那么它究竟难在哪里呢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一起实际看一看 进入春季 降雨量增加 而每当下过雨后 田地都变得泥泞湿滑 这使得运输苗目的拖拉机无法在里面正常行走 苗目便搁置在地里运不出来 然而为了保证苗目移栽后的成活率 是要及时运出并重新植入土壤 一旦放置的时间长了 就会给农民造成损失 所以当地的农民只能用一种传统的方式 将苗目从田地里运到公路旁 完全没有落脚的地方 这地直接就往两边滑 这你踩哪它都踩不时尚 您好师傅 我是电视台的打扰您一下 您这个掉下来之后 您是要往外运是吗 对慢慢往外挪 反正现在这个路刚下过雨 这个路现在车子也进不来 那您这个是怎么给它往外挪 您给我示范一下看看呗 我们现在掉起来 然后掉起来 然后放下来 然后这个架子整体的中心位置 往这边靠一点 让架子立好 然后再重新把这个铺路 那个面条给放下来 然后弄起来 然后慢慢的一米一米的往下挪 一米多一点 一米多一点就让它挪 慢慢的挪 用来这种运输方式 时间固定好支架 再提起苗木 提起过程中 苗木自然前行 当重心稳定后 放下苗木 最后将支架向前挪动 一定距离后 又提起苗木 如此周而复始 往往两个人一天 也就只能完成一颗的量 所以辛苦是显而易见的 师傅怎么样干活累吗 累啊 我看你这满头大汗 这位师傅 您觉得累吗 累 那我看你们这么卖力气 就抬这个树 这是您自己的了 这么用心 这不是我们的 这是那边那个老板的 那个是你们老板 对 等于说您是他雇的 对 是的 所以工作挺辛苦的 辛苦的 那为什么你还坚实干这个 为这个养家狐狗 养家狐狗 对 你挣得多吗 超超过一件 三四百块钱一件 哦 那还挺多的 虽然收入不菲 但是这种运输方式 不仅给工人们 带来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还给承包户 增加了不少开支 最重要的是 如果面对很多 已经连根挖起 需要移植的苗木时 如此效率低的运输方式 只会降低移植后的成活率 难道就没有一种 能够在泥泞田地里 快速运输 苗木的办法吗 哎 您好 您好 那棵树是您的是吧 对 然后那两个工人 是您雇的是吗 也是我叫来的 也是您叫来的 那我刚才看了这个情况 刚才跟他们聊了 咱们就是如果说 下雨之后就这种路 就只能这种办法是吗 嗯对 下雨天的话 也只有这个办法 人工得一步一步的抬出去 哦 那就没有快一点的办法吗 快一点的办法 那要么就多叫几个人 就硬把它抬出去 就是 七八个人把这树抬出去 对对对 那也相当辛苦的 哦 咱这边有没有就是什么 机器啊 就能帮这个忙呢 有吗 有是有 也用过一回 就是我们这里 一个老龄的话 他发明了一台机器 但是呢 用过了 总觉得不怎么合适吧 呃 您觉得是哪儿不合适呢 这个我也不好多说 都是邻里 都是邻居嘛 这样吧 要么我给他 给你一个地址 然后你去找一下 好不好 呃 那也行 那也行 觉得不好说是吧 对对 看来在当地 还是有一种 解决泥泞田地 运输苗木的机器 但是苗木老板 欲言又止的态度 让记者好奇起来 是运输能力不行 还是运输费用 贵得离谱呢 记者打算 遵循地址 去探个虚实 哎 您好 您好大多 哎 跟您打听了路 就这个地方您认识吗 好像这边有一个 是叫林宗华的人 您知道他住了 哦 前面直走 然后右转 到底就到了 就从这个路口转 我觉着 对对对 哎 您好 您好 您是林宗华是吗 对 啊 你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 我来发明栏目的记者 呃 我听说您好像发明了一个 有关于这个苗木玉书的机器 然后我想来看一下 是的是的 有的 发明人林宗华 发明项目苗木吊装车 林宗华祖籍温州 现居住在胡州市长兴县四安镇 年轻时当过兵 学过一些机械知识 退休后 开始了苗木搬运的工作 生活上 不想儿子伸手要一分钱 工作中 他看到人工在雨后 进入崎岖路段运输 十分困难 就觉得 这个情况 是个隐藏的商机 于是发明了 这辆苗木运输车 林师傅 这机械我这一看 比我之前预想中要更大呀 那它有时候 长的树也蛮大的 太小了 那那车子都看不见了 看您这个履带 这也是您的一个想法 一个设计是吧 这个 对 您这个是为了什么呀 这个 这履带主要是不会打滑 那就是在泥银的或者是在田里面的有什么坑坑洼洼的它都不受限制的 是这样 那您这个零件也是都散在外面 这您已经是安装完成了是吗 对 林师傅发明的苗木运输车 由动力系统 履带行走装置 托盘和龙门架组成 当苗木吊装到托盘上后 龙门架顶住枝干 通过液压功能调节苗木到合适位置 不至于枝叶在空中受阻 在地上被拖坏 原理虽好 但是乍一看这秀气斑斑 破旧不堪的机器 怎么也联想不到它能在泥泞田地运输苗木 难怪先前苗木老板 欲言又止 这个我也不好多说 都是邻居 都是邻居嘛 但是林师傅不这么认为 他对自己的机器很自信 非要带着记者去看看实际吊装的效果 还别说 开动后的机器一下子威猛了起来 足足以坦克的架势 的确唬人 那么他在即将到来的战场上 会表现如何呢 我看那个好像是您拿服务架下来的 您打开给我打开看一下 好吗 行行行 好 事先在家中与记者交流的见细 林师傅就偷偷在自家林中 设置好了这颗苗木 为的就是让记者第一时间看到 他这辆车的能力 这波虽然没有迷命的道路 但是崎岖的山路 他先闯上一闯 林师傅肆意在林间穿梭 似乎在有意炫耀自己运输车的通过能力 一番炫技之后 该是显现运输本领的时候了 哎 林师傅 咱这抱着两个树桩子过来干嘛呀 我怎么编在这个泥球下面 因为编起来 等一下这个红型树的太高了 这里出不去 哦 就这个树这边林的变质比较大 对对对 它应该扶住一下是吧 对对对 好好好 就变了 林师傅咱们就是把这个树头这样掉起来 和人工搬运一样 需要支起架子 用葫芦吊起 然后放下苗木 龙门架利用液压系统 调节质感高度 以便通行 和人工搬运又不一样 它只要吊起和放下一次就够 不用周而复始 那咱们现在可以往外运了是吗 可以可以 好好好 那您这操作运输车吧 乘在苗木后的运输车 在林师傅的操控下 如猛虎下山 丝毫不惧 崎岖的地形 林师傅 刚行走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等于说这个就是解决了 这个人工吊霜起来往外走的 这条路的这个困难 对 在记者看来 这是一定要能解决 困扰当地许久的 苗木运输问题的车辆 虽然运输过程中 有些树枝对驾驶人员形成了妨碍 但并不影响操作 而且速度明显比人工运输要快得多嘛 可是苗木老板为什么欲言又止 似乎是有些看不上林师傅的机器呢 记者请林师傅 跟他一块去见见这个老板 看能不能捅破了 这层窗户纸 您好咱们之前见过那样 刚才那个机器的演示的效果呀 我也看了一下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我今天能把林师傅带来 也是想听见您就是 真正用过之后是什么想法 因为林师傅的机器发明 也是为了将来大家用 然后您有什么想法 觉得机器有什么问题 咱们就说出来也好解决 是不是 行 那我就说吧 我就打个比方 像我现在这一棵树啊 我是安排两个人员在这里操作 然后呢 我又要叫林师傅过来 然后我就说 机器费用要出 人工要出 这样的话 我一棵树也就卖一千块钱 像这样的话 我就是基本上也就没有 不挣钱的就是 鬼根结底还是开支的问题 有些时候 一天只吊装一棵树 请两个人工虽然慢了点 也能完成任务 而如果用林师傅的机器 同样还得配两个人工 用葫芦吊装到车上 不仅两个人工费照付 林师傅的人工费和机器损耗费 也要给 不划算 林师傅一想 也是这么个脸 于是 改进的思路 就立马显现在 他脑海里 无非是做一个装置 安装在运输车上 代替两个人工吊装而已 想法有了 实施不是难事 这不 改进完成后 他就给记者 去了电话 马编导你好 我二代机已经搞好了 你是不是过来看一下 好好 那我等你 你好林师傅 看您这个机器改进之后 这个变化还是很大的 您看这上面 这个是装了一个 这个是 液压杆 液压杆是吗 对对对 这就是雕塑用的 哦 吊树用的 那您这个 这个就是液压棒 这不需要人工 再用葫芦拉来 就不用再用那种 葫芦架子那种 然后再放到树上 那么麻烦了 对 新一代苗墨吊装车 将楼门架改进为液压杆 解决了第一代 需要传统方法吊装的问题 同时又利用液压杆 牵引树干 使得驾驶员 在运输苗墨时 与第一代相比 有了更舒适的操作空间 清机器使用效果怎样 林师傅也没有试过 液压杆能代替两个人工的劳作吗 记者有些将信将疑 为此 他要求林宗华调装一颗苗墨 先试试看 我们发现 这个液压杆的工作方式 是利用绳索 先将苗墨的大土球 提到托盘的最里端 放置好 然后再调整好苗墨放置的方向 就完成了代替人工的吊装工作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也是顺利把它吊起来了 它一拽 然后一放 这个就放到车上了 几乎没费什么时间 对 通过改进以后 这样可以顺着走 顺着走 对 数字也被影响 走也方便得多了 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那我还想去找那个老板再去试一下 给他看一下吧 林师傅对自己新一代苗墨吊装车 很有信心 他坚信能得到苗墨老板的肯定 您又过来运输来了 对 你们怎么又过来了 是这样 就上一次 您不是说那个林师傅那个机器啊 他还需要人工那个吊装成本高吗 现在我们林师傅把那个机器进行改装了 那个我回去以后 把车子已经进行了改装 然后加了一个液压杆 现在不需要人工牌和那个葫芦拉来 要不咱们就看看吧 他那车又在外面带来了 开过来的时候 对 行 咱们看一下吧 好 这个就是我这次回去增加的液压杆 苗墨老板看到林师傅的改进后 似乎表示了赞取 可是他又在另一个问题上 疑惑了 我的树有时候有大有小 可能比你这个车的总重量都要重得多 就是说你的车子到底承重能力有没有 就是说过得了这个关吗 就是 哎 反正你今天也在这里弄树呢 那我们就实际地试一下看吧 行 那我们过去试一下 林师傅心想 既然来了 总不能白跑一趟 如果真不行 也知道改进的方向 苗墨吊装车 在田地里空载行走 看着还蛮轻松 就是不知道 一会儿吊装上苗墨后的通过信 能不能行了 你讲的就是这三颗树是不是吧 对 就这三颗 那我们要是试的话 那就这个大的先开始试吧 你现在还是从小的开始吧 我这个树金柜子呢 哎呀 你不要不相信我呢 我还是蛮精进的 来小的 来小的 林师傅 那你看人家还是不太相信您这个 行吧 那我们还是听老板的吧 还是最小的先开始吧 几分钟功夫 吊装完成 相比人工快了不少 再重后 再泥泞的田间道路行走 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运出去后 卸装下来的苗墨 能得到老板的认可吗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咱们那个还是合格的是吧 合格的 第一棵树的成功运出 让苗墨老板心里有了些底 于是答应让林师傅帮忙运出第二棵 然后呢 咱们老板看一看这个树这个质量 运出来质量怎么样 行 那我看起来 合格的 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去试试运你那棵大树了 那个大的 行 要么请试一下 我看您这还是有点犹豫是吧 对 那我还是蛮有心心的 因为这个树也不算大 树木越大就越值钱 所以当记者提出要运出最后一棵大树的时候 苗墨老板还是有些迟疑 不放心 但林师傅说没问题 因为他感觉动力足够用 苗墨老板的担心 易于言表 这棵大树能否成功运送出来 对于他来说 可不是一笔小树木的得失 而对于林师傅来说 可是关乎自己发明的生育问题 两人都是心事重重 不甘有半点马虎 您这是紧张坏了 您不幸亏咱们还好给人家完整地运出来了 那咱们要不要仔细再看看 那个质量 我赶紧看一下 仔细检查检查 咱们走了 零售可不给你赔了 还好 没什么大问题 没有问题 苗墨吊装车 效果虽然得到了认可 但是速度上 能满足苗墨老板的要求吗 速度上的话 开了也得到 我感觉是有点慢 那么这样 我正好那边有块苗笔地 有正好呢 也有十棵树 我现在安排了六个工人在那边操作 要么我们叫林师傅去一下 我们来一场比赛 那挺好的 那林师傅您六个人您跟人家比 能比过吗 我还是蛮有信心的 谋求最大利润 是做老板的准则之一 在他看来 如果林师傅的机器 能以一当六 那么以后雇这辆车运输 可就能增加不少收入 所以这一次 他主动邀请了林师傅 来参加这场比赛 这就是这个场面 就这里吗 对对对 那比赛呢 正好也是我教的几个工人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前面是个坡是吧 对 这个坡还有一点数 这个目色的话 这个至少30度了 30度 至少30度 那这人工我觉得台的话 也挺费劲的 这个相当费劲非常小 那林师傅 您这机器的话 那这坡您能走吗 没问题 安全吗 那绝对安全 那我觉得坡太陡了 这个至少30度 您那车不会翻了或者是 那没事没事 这没事 您能吃饱安全吗 吃饱吃饱 哪怕就是重载没问题 出道轿场 就遇到一个小小刁难 但林师傅 没把它放在眼里 他对吊装车的通过能力 信心十足 您小心啊 来来来 大家过来一下 这是林师傅方的机器 咱们今天跟他来一场比赛 这是我们人工队的队长 咱们要跟这机器比的话 您打算怎么个策略 怎么跟咱们比 抬的比 六人一起抬一颗是吧 对对对 那您觉得今天要跟谁积极比的话 您觉得您能赢吗 赢得了 我们有信心 肯定能赢 人家这个势气是非常的足啊 人家说肯定比这个强 那说了不算 那比着看嘛 比着看是吧 哎 我这 您认 我这怎么 这又多了一个人 他刚才跟我打电话 他叫我扶一下肤 对对对 那大家既然都准备好了 那咱们就比赛开始 那大家既然都准备好了 那咱们就比赛开始 开始 这次比拼 每队各运输五棵树 已最先运完 且树木没有损坏方获胜 人工队这边行动迅速 在林师傅还在准备吊桩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一棵树木的运输 林师傅倒是显得胸有成竹 不慌不忙的吊桩着 林师傅的机器吊桩好后 运输时的速度优势 一下凸显出来了 披荆斩棘 一路无盲区 到达指定位之后 迅速卸装返程 人工队由于省去了吊桩的时间 即便运输过程慢点 但还是已经领先了机器队 想到这儿 林师傅突然丢下手头的活 静止跑开了 林师傅 你在干嘛呀 我想增加我的速度 我到车上再拿一样东西 我一趟能拉两颗 原来林师傅是想到了提高速度的妙招 才需要离开一会儿 人工队这边能不能趁这段时间多捞一些取胜的点数呢 看样子也不是那么容易 人工劳作需要循序渐进 才能合理分配体力 进行长久劳作 这突然的高强度运输数目 就算有着多年的劳作经验 也会一时吃不消 十分钟后 林师傅拿来了他的提速神器 一根钢管 他打算一次运输两棵树 这时 人工队恢复了一些体力 将将巴巴的完成了第三棵树的运输 一次运输两棵树也能轻松应对 林师傅对自己的机器满意到了极点 这时一直在旁边关注着的苗木老板 也给出了自己的赞许 苗木老板已经非常认可了这个机器 心理已经想好了 当林师傅把最后两棵树运输完 就签合同 为了不被林师傅抢了饭碗 人工队都紧张地坐着第四棵树的运输准备 此时林师傅的第四棵第五棵树也已经装车 准备启航了 看来林师傅是抢定了人工队的饭碗 几乎同时启动 苗木吊装车载着两棵树 反而一马当千 人工队步伐越来越缓慢 后面还干脆放弃了 然而就在人工队坐下来 静静欣赏苗木吊装车的表演时 车子却停了下来 难道他要在半坡上等人工队吗 哎林师傅 哎您这怎么那么停这儿了 快点 快了 咱就马上就两棵树咱就赢了 你俩不能再走了吗 现在 我在找找原因嘛 身体能修好 那您修修看 赶紧看一看吧 突如其来的机器故障 让人工队感觉自己的饭碗 失而复得 浑身充满了力量 一刻不停歇 运输完第四棵树 而林师傅这边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机器扑弧半坡 不动弹了呢 人工队包住饭碗的运动 轰轰烈烈 如火如荼 最终运输完第五棵树后 赢得了比赛 这次运输苗木的失败 让林师傅很痛心 然而更让他痛心的是 他竟然一时无法找到失败的原因 当苗木老板带着众人都离开后 他还独坐在原处 苦苦铭想 老林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会不会出现没油了或者传动方面的原因呢 他这个呢 主要在这个车的设计上 装上苗木以后 给它拉走 它是倒退的 倒退只有一档啊 这问题就出现在这儿 我们来看一下我做的这个道具 这是一辆小车 我让他电动机工作以后呢 这辆车可以在地面上走 好 我把电动机关上 如果说我让这辆车不是走平地 我把这边电高一点 我们看这辆车能不能向上走 再打开这个开关 还能向上走 那没关系 我们再把这边再电的高一点 这时候我们再看这辆车 它是不是还能爬上这个坡了 给它再电的高一点 我再打开开关 我们看一下这辆车 现在是上不去的 电动机在转 皮带出现了打滑的现象 后轮很难转 因为这边比较高 如果说只有一档去调运木材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不过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解决 如果说我把这个皮带往上套一下 套在这边更大的半径的一个轮上 我们看一看 在这个位置 我把这个开关打开 你看这辆车呢 它现在虽然比刚才慢了 但是这个坡呢 它能爬上去了 这就是我们在这使用两档 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如果说它倒车的时候 装上了重物 也能够有这样几档的一个区别 我想这个车运动起来就更容易一些 并且呢也不会出现 给里边齿轮打坏的这种现象 老林的这个吊装车 还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用拖车将不能动弹的苗墨吊装车 拖回来后 林师傅对机器进行了拆卸 查找原因 功夫不负有心人 只历时半个月 问题找到了 也解决了 并且第一时间通知了记者 林师傅 你好林首次 你好你好 您的眼睛是怎么了呀 原因不是因为呢第一次那个车子出了故障吗 我回来以后就搞那个车子不小心滑了一下 不小心受伤了是吗 对对对 严重吗 那也快好了 快好了是吧 对对对 问题不大 不出很大代价 那咱们上一次就是说那个 您比赛的时候机器停到那了 然后您现在找到一个原因了吗 好那找到了 主要是变速箱里面一个齿轮坏掉了 那您这个是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改进呢 那后来我就把这个发动器转向位置换了一个方向 这样子重载的时候 它就就可以用那个前进挡 它有好几个挡位 因为你如果分量重的话 你可以用低速挡分量轻的话 你可以用高速挡 这样子呢 车子不容易坏 原来吊装车坏掉的原因还真在于 在负重条件下 上坡次数过多后 只有一个倒挡的变速箱齿轮损坏了 接而无法进行运输工作 改进后的吊装车将倒挡改为三个 以适应不同路段 不同负重 但是这一次的改进 能得到已经含了新的 苗木老板的认可吗 老板你看我这次把车子都改进过了 发动器也调整过了 上次主要是那个齿轮坏了 我这次都修好了 你也知道你看上次比赛啊 我也叫了这么多人过来 然后你呢运了半路 把这个树都扔在场地里了 然后呢我又重新叫几个人过来 然后呢等于我又增加了一大笔费用 后面的费用呢我也没给你 你这是来的 我跟你说起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都向你相亲了 我也没跟你说起这个事情是吧 然后你这次又找过来 算了 经过几次的折腾 耽误了功夫 还费了钱 看来苗木老板真的有些不太信任 林师傅在调装车了 老板上次的事情我已经想好了 确实跟你带来不少的麻烦和经济审视 如果这次再这样的话 那由我来承担你看怎么样 你的意思就是说 费用产生如果失败了 费用都你承担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你打算我安排几个人过来跟你比 有十个人吧 那谁要跟咱签个协议吧 这得可做我平时对不对 可以 林师傅这么执着的要求比试 一部分原因在于 对自己最新的吊装车的自信 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 如果没有苗木老板的认可 就算吊装车成功了 在当地也找不到其他苗木运输的工作 因为他是唯一的承包商 你看一下 咱们这是两万五千六是吗 对 行 两万五千六就两万五千六 咱们就签吧 好 那咱们就在哪里见吧 好 那我送了 第二天一早 林师傅就开着他的吊装车 来到了比试现场 他仔细检查车的各个部件 防微杜鉴 两万五千六可不是小数目 随后苗木运输老板 也带着十个工人赶到 杀气腾腾 似乎不是为了比赛而来 而是等着林师傅失败后 收纳两万多块钱的赔款 好 今天呢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这个比赛场地 然后呢 现在在我身后 已经有十六棵树 然后呢 那么咱们一会儿人工队八棵 我们机器队八棵 我们就从这儿 然后运到那个路边 然后在保证这个质量的情况下 谁的速度快 谁赢 好不好 好 然后咱们要跟这个机器对抗的话 您有什么策略 打算怎么跟他比 玩车人战吧 我们六个人抬 放四个人在那替补 不行了再上 林师傅 您看那个人工队现在士气是很多 而且人这个特略啊 您我先问一下 您这个眼睛这个地方 今天会影响比赛吗 不影响 不影响 但是您今天压力其实很大 您今天要输了的话 那这个人工队这十位师傅的一个钱和这个损失 都由您来赔偿 我对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 我认为是不会输的 没问题是吧 您那个帮忙的呢 没问题 没问题是吧 好 那咱们就一二三 预备 开始 人工队人多势众 八棵树的量 再加上随时替补更换的人员 应该很快就能完成 这次比拼 林师傅有把握吗 机器还会不会突然出现 其他状况呢 林师傅 咱们这个今天机器没问题吧 没问题 没问题 我看您这也是两车一轎 还来是吧 对 好 加油啊 快快 林师傅多少还是有些着急的 好在自己一次能同时运输两棵树 头两棵树至少和人工队算是持平了 这时 就在机器队还在卸装的时候 人工队又完成了第三棵树 领尖的优势能一直保持下去吗 现在林师傅只能期望在后面的进程中 人工队渐渐累了 速度渐渐慢下来 加油 果然 果然 人工队在运输第四棵树的时候 要求换人了 太快了 抬得太快了 很直近了 抬不动 要是 那咱平时抬的话是怎么抬的 平时抬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慢 没有这么快 人工队换人后 很快完成了第四棵树 这边机器队第三棵 第四棵树也同时到达了卸装位置 随着体力的渐渐消耗 当人工队运输第五棵树的时候 也没有先前那样快了 当然 机器队这边也不让人省心 突然的熄火 让记者心里端时咯噔了一下 这机器怎么了 出什么问题了 小固子 小固子 这些东西好了 能修好是吗 能好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 那您快点 机器队开始运输第五棵 第六棵树 似乎有时不完的力气 我看咱们的人工队 现在已经非常缓慢了 这个 慢点慢点 不急 不急 您是特别累了吧 我觉得 还好 我看您这个步伐 已经开始不稳了 怎么样 师傅累吗 累 累是吧 哎呦 您小心 注意安全 终于 人工队晃晃悠悠的 完成了第六棵树的运输 咱们这老板都帮上忙了 这 我感觉他们有点体力特殊 这个墙子太大了 是大 对 劳动墙子太大 真是乐 我怕他们也受不了 像现在今天比赛的话 他们其实是逼着一股劲 才跟他们比 就是 对 好 咱们人工队再加把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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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而且人工队怎么了 摔了是吗 这场都太大了 没事吧 受伤我了 咱们下雨打滑了 打滑了是吗 我看您这是累了是吧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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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头大饭呀 与此同时 林师傅装载着最后两棵树 驶向终点了 胜利 触手可及 虽然这次比拼中没有坡度 但是苗墨吊装车来回四次都是同时装载两棵树 又在田间松软的土地里 以及还有沟壳的情况下 轻松 闯关成功 结束了 结束了 结束了是吗 对 来来来 比赛结束了 大家围过来围过来 来 这现在是咱们机器队的这个树啊 我查一下 咱们点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棵树 正好啊 不多不少八棵树 那咱们现在就请您来评判一下 您看这个树的质量怎么样 行 不错 土球也没松散 树枝呢也没有影响到 不错不错 相当不错了 我感觉 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就是 哦 那那那咱们昨天那个签的那个 哦 对对对 那个赔钱的那个是不是 那这样我就当着大家的命 把这双子就撕掉了啊 好 好 咱们那个零时候这个就这个就撕掉了 咱们呃 林师傅今天是赢了 那你以后还会说就是有机会找林师傅合作吗 嗯 正好我过几天的话 苗木地里面正好有个树要把它觉得遇到上海去 到时候你过去把我辛苦一下 帮我拉一下 行 什么时候需要你打电话联系吧 苗木老板肯定了林师傅的苗木吊装车 并且觉得这辆车可堪大用 还主动邀请林师傅再帮他出一趟差事 七天后他们约在了指定地点 这次苗木老板要运输的树不仅在松软田地里 路面还有不同程度的高度差 道路情况复杂 到底是怎样的一棵树藏得这么深呢 就这棵树了 就这棵树出来了 对 这棵树好大呀 是挺大的 要不我量给你看一下 好好好 你给我量一下 我看看 你这草绳打得也挺精致的 对 这个是精品树啊 26 对 如果说是从下面量的话 大概达到28点几了 那我看你这个土球 我看这个 有1米55了 那这个挺大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是人来搬货 这绝对不现实 或者调装的都不现实 那这个的话这么大的树 您说您那车行吗 车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吗 这么大的树 而且咱们刚才过来那个路 你也走了 特别崎岖 而且路还特别滑 您能确定把人家精品树抬出去吗 那没问题 我这个车就是针对这个路来的 那老林 你这个树 你一定要给我露好的啊 这个我是拉到上海去的 是一个精品树 这个树 我跟你说 实在话 也价值的话 也5000元左右 你要拉不好 你要赔我的就是 老板你放心吧 我保证完好的 给你拉出去 这趟柴市如果办成了 就有800元的报酬 但是如果办砸了 就得赔上5000元 对于这个交易 林师傅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忐忑 因为他的吊装车 还从没有运输过这么大的树 究竟能不能挣上 自己搞发明的第一桶金 他要孤注一掷 原来液压杆已经升到了极限 这样只能靠人工来辅助了 如此折腾这棵金贵的树 苗木老板心里 还是紧张了起来 好在另外一种解决办法 适去了苗木老板的担心 您那个树现在掉起来了 这个是属于是因为这个绳换了一个还是什么 绳太长了吧 放短一点 因为那个它拎不起来 绳太长了拎不起来 高度不够 沉重的大土球已经就位 但是整个树身的位置还得一步一步细调 我得把这个放在吊带上然后扶正 把这个树枝然后扶正 扶正扶正 这个大树还是确实挺 对啊 飞进飞进的 调整完毕 开始运输了 我们看到 由于在田里林间 这棵金贵的景观树 总是受到其他树枝的干扰 所以液压杆随时调控高度 也显得尤为重要 怎么样 他现在认识我看还是运出来了 对对对 那您觉得接下来 他如果给我拉到终点 那才能运出来了 如果说还到半路上 我还真怕这个悬着的心还放不下 所以此话 由于负载实在太重 刚走到高低不平的路面时 苗木吊庄车还是卡住了 假的讲究还是个路面太差了 这路面太差了 它就没有深浅 没想到 我怎么不怕太差了 这咱还能运出来了 我去看看 那咱还能运出来了 咱们还能运出来了 怎么能运出来了 还有我还我 带我算运气往前挖 通过简单的挖土填土 苗木吊庄车再一次出发了 十分钟后到达大型运输车 可以直接装车的地方 林之后 虽然咱们这一路上也是有那些小波折 但是咱们最后还是把这个树给运出来了 然后我刚才算了一下时间 我记得一下时 正好是32分钟 咱们还是挺快的 那现在就请咱们这一位老板 咱们检查检查这个树现在怎么样 那个草绳渣的话也没有损坏 土球呢也没有松散 我看一下树形啊 整个树形的话也没有影响 像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时间上也给我节省下来了 然后呢 像人员的话 它也就一两个人就把它运出来 我说句实话 我还相当满意 相当满意 相当满意是吧 就觉得咱们的质量现在还是过关了是吧 对对对 林师傅 人家现在还是认可您这个机器了 我对我发明这个机器 我还是蛮有信心的 从来都没怀过 对 那以后您再有这种活 还会去找林师傅吗 会的 我会的 肯定会叫他过来给我帮忙的 行 老林我们握个手吧 希望以后继续合作 林宗华发明的苗木吊装车 成功的关键在于 首先 它的液压杆装置 代替了人工将苗木吊装到车上的繁重体力劳动 其次 它的履带式行走装备 可以适应崎岖山地 凹凸不平的地形 并且在泥泞路面 也不会出现打滑的现象 最后 它的乐观 它的坚持 才是它能够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们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它的苗木吊装车 会迎来更多人的邀请 生活 也会越来越殷实 苗木吊装车 具有一下优点 在丘陵林地作业 采取机械化吊装 可改善林农作业条件 减轻劳动强度 采取履带式底盘驱动 可提高林区行走越野能力 同时可增加吊装时的牵引力 采用液压臂进行吊装 可提高工作效率 有以下两点改进建议 一 出于安全考虑 可增测安全驾驶舱 提高作业安全性 二 可增加挖掘功能 实现多功能一体化 这样使用价值就会更高了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这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 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 我们的资深科学顾问 彭彭华老师 光临演博士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 我爱发明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 和叫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 小小一瓶液体 竟能成为轮胎救星 前窗百孔的轮胎 它也能轻松修复 它能否进得起 跋山涉水的极限考验 它又能否赢得 与换胎高手的终极对决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车胎大急救